来 水妹 你怎么回来了 老妞儿 鬼子来了 有好几艘气艇一百来人 我赶紧回去 通知大伙 带着乡亲们快点出队 那你呢 我先去把他们引开 给你们争取时间 这样太危险了吧 没事 下落电 就是我的地盘 那行 那你小心点啊 赶紧的 不好了 鬼子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 听江湘就知道 是森巴大盖还有歪霸子 而且人数还不少 队长 沃小妮 人都来了 都有一百多人 赶紧同志乡亲们专一 队长 我去 我也去 等一下 记姐 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 通知乡亲们 往南边的卢尾档车 是 这儿 走 我送我人了 停 隊長 敵已經被抓到了 我々的動作是 全速力的電信所向上 是 前進 来 看 习亲们 习亲们 快点 习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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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赶紧撤吧 鬼子马上就杀上来了 我要准备乡亲们 不许 来不及地跟我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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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那边 还有这边 这房间 清水妹 水妹 清水妹 你在哪儿 水妹 水妹 丁水妹 你怎么回事啊 汗得大家为你担心 到处找你 你们不在前面打仗 跑这儿来干吗 打什么仗啊 鬼子人数太多 有上百人呢 我们已经通知队员们 帮助乡亲们转移了 一百人怎么办 我不怕 行行行 我知道你不怕 我怕你行了吧 快跟我们回去 走 走 胡闹 给你 谁唱 谁唱 我怕怕我 下下 你哪儿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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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水水了 水啊 来 这个 鸡汤 这个 李公公 给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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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头 我去 我去 他去 李公公 你为什么要说 我去 我去 你 你 他去 我去 我去 那我去 你去 多心 电商 电商 电商什么地方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灰虫 我哪知道 你不是号称留半仙吗 来 给我打一个 要算不准 我一枪 就毙了你 小顺子 我看你是印堂发暗 两眼无光 没带着煞气 你最近要有一场无望之灾 要不要山人给你算一挂 破解 破解 别吓唬人了 阎王让你三京去 谁敢留你到五更啊 好严劝不了该死的鬼啊 那你倒说说 有什么破解之法 脱去这事儿狗皮 散尽家财 积德行善 兴许呀 还有一条波罗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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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有无望之灾 啊 这家队长 把枪放下来 是 太阮 渡边阁下 坐屋 我们到的时候 八路已经都撤了 不过您让我找的人 我找到了 要不要把他们都抓来 不用了 我亲自去拜访 我等那边太久 你们全都抹拆了吗 那是不错 看一看 他们在这里 都是弱的 他们都在这里 他们都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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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恨 但是 他们都被杀了 他们被杀了 兼连了 姜 也不是 你们都被杀了 他们都被杀了 最后自己会公开 他们都被杀了 他们都被杀了 你去玩吧 朱骗医 这就是苏家大院 你看 这我都安排好了 我再抱起先 朱骗医 我的朋友 对 咱们去启画 朱骗医 咱们 朱骗医 来 跆拳里边请 请 是从老婆 我是突变号 专前前来拜访 不敢当 不知太君到此 有何功干哪 我接下来为何你老人家的 我和你的儿子好家争取 同专好友 亲日兄弟 您这是我的长辈 有情有礼 我都应该来拜访 老朽和犬子早已失去了联系 生死不知 我只当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了他 那 如果好家群有何无策 我可以代替他照顾宋家的 你 没有 好 谢谢你啊 那就 进来坐吧 同志们 大家都好吗 放心吧 队长 大伙儿都安全撤出来了 有些同志啊 在保护着乡亲们呢 你们安全回来就好 大伙儿可担心你们了 你们放心好了 这到了白杨殿 就是我的地盘 你显摆什么呀 无组织无计论 回头我再处理你 庄里什么情况 根据最后逃出来的乡亲反应啊 鬼子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稍稍抢掠 而是把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乡亲 圈在了一起 这有点奇怪啊 四景 你跟我回去看看 是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没关系 指导员 你别忘了 我们可是侦察兵出身啊 我也要去 你 你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反省 啊 面壁思过 面壁 这都是卢尾道 哪儿来的壁啊 没有壁啊 就对着穿板反省 走 为了长华旗养 保护老白杏 我非常希望 宋老舵 能够担任我们 为会长一职 这是我来家里的目的 不不不 渡边长官 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老朽了 只想不问世事 在此苟且偷生 我实在是不敢当 你 还是另请高明啊 啊 你在本地的未亡 无人难及 你是最佳的人士 老朽体弱多病 难服众望 这个职位啊 我是万万不敢当啊 听说令狼宋浩哲 参加了国军第二十九军 和大任本皇军血战多场 宋老先生 是不是对皇军怀恨在心呢 犬子只是一个普通军人 各为其主罢了 话是怎么说 可按道理来讲 你宋家就是肥蜀 以大日本皇军的规矩 你 太军啊 你看这个事情还能商量吗 我们皇军来话之后 已经杀了好多老百姓 这并不是我的便宜 我希望你能达成 我们的亲善之心 而且 我在家里建一个 模仿和平区 如果是这样 老百姓 少守罪 而且您宋家 受到了我们的皮肤 这样 很好吧 太军 这可要是万万不得啊 这 我杀部大长 他们不必须要说这些话 他们都在攻击 我们也不必须要保护自己 走 你来 走 走 你来 走 杜别军 你不要为难他们 你说吧 你要我做什么 那我直接说吧 我想在丁信江前的一个秋天 这家地点 就在你们宋家大远的前院 你作为委纪会长 设计这样的事 为了表现感谢 我们参送你十两含氧枣 还有五百发子弹 舅舅 不要 我信你 别插嘴 刚才 这位小姐去 她是我的外甥女 洛欣 来着避祸的 洛欣小姐 是不是我们见过一字面吧 先生先生 你别画了 快跑吧 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还有两三笔就画完了 你是那个画画的 上次遇见已经把洛小姐 引为剧因 希望以后能经常来讨价 不劳您打价了 我对贵国的话译一窍不同 洛小姐 话译本来没有国家之分 随于全人类的 洛小姐 你太之谜了 你们一贯端的枪 来别人家谈话译的吗 洛欣 别插嘴 太君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 见据点的事吧 舅舅 洛欣 别夺嘴 洛欣 别夺嘴 洛欣小姐的新歌 我非常欣赏 来 洛欣 下 戊边长官 说不远错 这宋明锐 跟日本人什么关系啊 反正这些地主老猜 没一个好东西 这要是赶到苏区 早把他们打土豪分天地了 别瞎说 现在形势不同了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抗日 队长 我觉得这个宋明锐 就是个汉奸 别这么武断 先看看再说 渡达队长 你女儿和你女儿吗 是的 女儿是顾馴馴馴馴馴 刚刚的中奥的名字 佐々木 你不太適合的事 是的 是的 女儿是日本人 数年前亡くなった 抱歉,我是警察 你不在意 大将,你的作战是一件素晴的成果 你怎么这么快撤退 我现在是敌人的诚論战術 你会帮你把人冒断过头 你将刺激行伤 我现在就绝了 你怎么样 但我将刺激行伤 他们都回到这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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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避其锋芒 对 咱们先转移到别的村 等准备好了再打回来 老魏 自打我认识你以来 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转移撤退了 那依你的意思 就拿咱们这二十几个人 给鬼子当靶子 我们自己有枪啊 可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 没有子弹的枪 跟烧火棍子有什么区别 跟我们有鱼网 鱼叉 就算一对一还干不过小鬼子 丁水妹同志 这是在陆地上不是在水上 问题是你根本靠近不了他们 你说咱们战场经验少 枪法又差 拿什么跟人家拼啊 我们有那么差吗 行了行了 你们一人少说一句 反正硬拼是不行的 否则的话咱们太吃亏 对了 你们说的宋家大院 是不是宋明瑞的宅子 没错 指导员你也知道老宋 家父生前啊和宋老伯有些交情 他的儿子宋浩哲 是国军二十九军的上尉营长 长城战役中啊打过几个漂亮仗 卢国桥失变的时候 他们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只是后来啊没撑住 在华北一窥千里 他们也太没用了吧 也不能这么说 主要是国军的上层太腐败 指挥不当 再加上他们的派系又很复杂 各个军队之间相互排斥 所以底下人再有力气也使不上 指导员你懂得可真多啊 不像某些人不懂装懂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去拜访一下宋明锐 不行 这样做太危险了 没关系 我刚来这儿没有人认识我 而且以我对宋老伯的认识 他不应该会是甘心当汉奸的那种人 我相信我可以说服他 指导员 不说好了叫小莫了吗 好 你看你刚刚来 就是赶上游击队最艰苦的阶段 连个安身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真是不好意思 你也太见外了 既然来了嘛 我们就这么加人 我要是要享福的话 那就不要干革命了 对对对 那是 对了 这次下来啊 军分区的首长对史上游 军队是抱有很大的厚望 目前 鬼子正在对华北队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各个根据地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不过相对而言 白羊殿由于地理的原因 鬼子一时半会儿 还新增不了强有力的控制 所以军分区希望我们 不仅仅建立成一支对敌作战的武装队 同时也是面向村民老百姓的宣传队工作队 让咱们将白羊殿一百四十三个湖泊联系起来 建立稳固的敌后根据地 彻底地切断从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线 可是现在我们游记队力量还太单薄 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 只人少 枪少 训练也少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 事也是一样一样去做的 慢慢来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找一个立足之地 能够得到集养 你放心 游记队啊 大部分都是本地人 应该能配合好的 还聊着呢 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指导员 时候不早了 你们也早得休息 我回去了 指导员 你笑什么 小点事 大家睡了 我像你们俩啊 像小孩一样 一见面就打上了 你没看见他那招人烦的样 烦吗 我觉得他挺好的 这就挺好 你腰球也太低了吧 你也不想想看 他为什么对别人态度都挺好的 就对你太多生硬呢 也许我们上辈子有仇吧 其实人和人相处啊 就像照镜子一样 你对镜子笑了呢 镜子就对你笑 你对他凶 他就对你凶 指导员 你说话真好听 像唱歌一样 不过就是听不太懂 没关系 慢慢琢磨琢磨就懂了 你知道 我对他最大的意见是什么 什么 作为水上游济队的队长 他居然不会水 你也没想到吧 我跟你说一秘密吧 其实我也不会水 顶多掉下去淹不死而已 你也不会水 原来是个大小姐啊 把咱们村上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别去啦 对 杀出了这块的部队 我觉着咱指导员啊 这一生 到了西安城 都属于把家的 行了 行了 大家别起哄了 指导员要去见宋明锐 当然得乔装打扮一下 是 指导员 你不要这么说 那我以后就不这么穿了 没没没没 你得跟穿 挺好 我来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我跟四行化妆成指导员的跟班 一起去见宋明锐 我也要去 别胡闹 只有我们两个是生联 你要去的话肯定就露馅了 这样 你带几个队员 在宋家大院外边接应 铁架颜三 你们俩想办法 混进修炮楼的民工队里 摸清他们的点 其他人作为预备队 在庄外等候 大家要记住 这次任务主要是侦查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动手 吴老年 你比较稳重 一定要堪紧丁水妹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出发 我看好了这几个啊 看嘛不老实 快点干啊 站住 干什么呢 二位军爷 我是宋老伯的故旧之女 前来拜访 麻烦通禀医生 宋老爷 是 他公事繁忙 没工夫见你们 这位兄弟 你也没进去问 你怎么知道他没工夫 嘿 你说什么呢 老的是黄邪君 不是他妈的看家护院的 是是是是 那既然如此 麻烦您请宋家的人出来 真不行 这儿现在是军事重点 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君爷 我们确实有事 麻烦行个方便 少废话 你要是在乎我 我把他们两个 都他妈拉去修炮楼去 若欣 华晓诺 真的是你啊 是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宋老伯 你晒得好黑啊 刚才我都没认出来呢 是吗 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别理他们 我带你们进去 你走 挺威风的嘛 连黄学金都怕你了 这些人都是气软怕硬的 对了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都做什么了 说来话长 你们等一下啊 好 没关系 舅舅 舅舅 你看谁来了 这晓乐呀 伯父你好 这七八年不见 变成大姑娘了 来来来 请请请 伯父 家父在世的时候 一直很惦记着您 令尊的事情 我听说过了 国事凋零若死 实在是 舅舅 先别说那些泄气的事了 对对对 你叫你舅妈做点好吃的 好 对了 伯父 刚刚在门口呀 我看到好多日军和黄邪军 在那儿修炮楼 这是怎么回事啊 日本人逼着我 非要干那个维持会长 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可伯父 您是读圣贤书的人 怎么会接这个职务呢 我是被逼无奈啊 你看看这一大家子 老的老 小的小 我要是不干哪 他们就都没有活路了 看来伯父您也不是自愿的 我还没老糊涂呢 此等大是大非 我是分得清的 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 伯父 如果我们能把日本人赶走 您愿意帮忙吗 你 小默 难道 你也是这个 伯父 您别管我是什么身份 您只需要知道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此事爱莫能助啊 你们打日本人 是你们的事情 千万不要把我们牵连进去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两步相帮 伯父 莫谈国事 莫谈国事啊 兄弟们 大体 接着 你问一下 кни 所以这个 phase 你再打起伯父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先不要打造经伤 看看再说 好 都给我快点干啊 干嘛 他们今天都别吃饭 快点 长官 长官 警官 你想到反正吗 去去去 谁 哪赶的哪赶的 你看 就这么点事吧 不值大浪是吧 别瞧烟啊 哟 你看 你想要有点意思啊 叫什么呀 小的叫颜三 颜三 对 我就在庄上住 你看啊 怎么样不错吧 这一片啊 好吃的好玩的 我最门清了 警官 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给您尝诺一下 就你这个破地吧 有什么好吃的 您不知道了 您看那店里有的黑鱼了吗 天上飞的野鸭子 嗯 双双的呆了 这一家人的店里 新鲜的野鸭 甭提 好的呢 明天你给我讨论点啊 行 长官 我马上给您讨论去 回来回来 你这地儿 有窑桶吗 没有 不说实话 不是 真没有 能不能想点办法 这边 给你两个啊 队长 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瞧你这点出息 狼吞虎咽的 跟饿死鬼似的 你就不怕人家怀疑你啊 队长 这要赶上小日本来扫烫 连饭都吃不饱了 我今天要豁出去了 吃饱了饭 我死都不怕 你就 也不知道 指导员谈得怎么样了 我去 你这正念叨你呢 怎么样 宋老佛不同意 她保持中立 我觉得吧 她应该是害怕受牵连 这个结果 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我觉得我们如果再取得一点成果 应该还是能争取过来 不着急 回去跟大伙商量商量 也顺便看看同志们摸到了什么情况 四行 说说您的想法 我觉得吧 今天这个鱼做得有点咸了 好 朋友 把手举起来 浩哲哥 自己人 宋浩哲 浩哲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 快快快 赶快先进屋去吧 老欣啊 现在走廊看着 别让人过来啊 快点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都看见了 前而易见 我不在华北被日军击溃之后 我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 能活着回来已经不错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找部队啊 绝望呢 中国的军队太弱了 在日本人的飞机坦克踏炮之下 根本就不堪一击 整连整连的士兵 甚至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见着 就被炸飞了 我带的那个营 到最后只剩下了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你们说这仗还怎么打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本来应该接应你的部队 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当官的跑得比谁都快 人心散了 部队崩溃了 而且是数十万大军的崩溃 战场上 除了残缺不全的尸体之外 活着的人 一门心思地只想逃命 那种场面太可怕了 后来 你就逃回来了 我能怎么办 我现在是心灰意冷 锐气劝我 我就是个废人 那这两年 你一直待在这儿不问世事吗 世事 有什么可问的 除了打败仗的消息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吗 我看你是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吧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变化非常大 蒋总裁终于下定决心抗日了 国军在松户会战打得非常顽强 在台尔庄也取得大捷 间谍三万 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随后 徐州会战 南昌会战 还有武汉会战 都打得是有声有色的 消灭了大量日军的有声力量 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标 同时 八路军在山西的平行关也取得大捷 他们深入敌后 大打游击战 令日军啊 是疲于奔命 那又怎么样 太晚了 我国积若太久 这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 难道你甘心去当盲国奴啊 你还有没有一点血腥 你别说了 别说了我头疼 好 浩哲 浩哲 你们别逼他了 他受过非常严重的伤 经常会头疼的 你们都看到了 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音啊